在美國田納西州查塔魯加發生槍擊事件後 聯邦調查局和其他執法人員到目前為止調查了70條線索 聯邦調查局特工主管萊恩·霍爾德星期五 在查塔魯加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現時就斷定槍手阿卜杜納·阿奇茲的動機仍然為時尚早 阿卜杜納·阿奇茲星期四在兩鎖軍事中心 打死四名海軍陸戰隊隊員打傷其他一些人 萊恩·霍爾德表示聯邦調查局還未有得出結論 槍擊事件是否和恐怖主義行為 不過目前仍然調查當中 如果定性為恐怖主義 將會進行級別更高以及更加緊密的調查 萊恩·霍爾德表示不願意談論調查細節 但是說美國民眾可能會在其他地方看到 或者聽到聯邦調查局的一些行動 萊恩·霍爾德說 阿卜杜納·阿奇茲至少有兩支步槍 以及一支手槍 阿卜杜納·阿奇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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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卜杜納·阿奇茲